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探索量子计算,超越经典界限 二,从密码破译到全球竞赛,量子计算的政治跃迁 三,纠缠与超位置,量子计算的科学奥秘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量子计算,超越经典界限 好的,让我们一起跳进量子计算的兔子洞 看看这个奇妙世界是如何让我们的经典计算机看起来像是史前巨瘦的 首先,想象一下你有一枚硬币 在经典计算的世界里,这枚硬币要么是正面朝上,要么是反面朝上 这就像是经典计算机的二进制系统,只有0和1,没有中间状态 但在量子计算的世界里,硬币可以同时是正面和反面朝上 这就是量子叠加原理 这就好比你在派对上同时跳舞和躺在沙发上吃薯片 这在我们的宏观世界里是不可能的 但在量子世界里,这是家常便饭 现在,让我们再加入一个量子现象,量子纠缠 如果你有两枚量子硬币,或者说量子比特 它们可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至于不管它们相隔多远 对其中一个硬币的观测都会瞬间影响到另一个 这就像是你给你的朋友发了一个心灵感应,告诉他你在派对上的状态 而他立刻就能感受到你的快乐或悲伤,即使他在世界的另一端 这些量子特性使得量子计算机在处理某些特定任务时,比如大整数的因数分解 这对于破解现有的加密系统至关重要,或者模拟复杂的化学反应时具有天然的优势 量子计算机可以在一个量子状态中探索多种可能性 而经典计算机则需要一次探索一个 这就像是你在迷宫中寻找出口 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走遍所有的路径 而经典计算机则需要一条一条的尝试 但是,量子计算也有它的挑战 量子比特非常脆弱 它们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 这种现象成为量子腿相干 想象一下,你在派对上尝试保持跳舞和吃薯片的叠加状态 但是每次有人碰你或者音乐一遍 你就会失去平衡 要么只能跳舞,要么只能吃薯片 这就是量子计算机面临的问题 它们需要极其精细的控制和保护才能正常工作 总之,量子计算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探险 它挑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并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驾驭这个强大的新工具 但科学家们正像勇敢的探险家一样 一步步地揭开量子计算的神秘面纱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在量子计算机上刷我们的社交媒体 或者更可能的是 它们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帮助我们解决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从密码破译到全球竞赛 量子计算的政治跃迁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听起来 就像是科幻小说情节的话题 从密码破译到全球竞赛 量子计算的政治跃迁 首先 我们得回到过去 当时的密码破译 还是靠一裙穿着 笔挺西装 带着原况眼镜的先生们 在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 用纸笔和机械设备来完成的 想象一下 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破解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 这可是帮助盟军 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步 那时候 他们可能连量子 这个词都没怎么听过 更别说量子计算了 快进到21世纪 量子计算 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 跳出来的技术 它的原理基于量子力学 这是一门描述微观粒子 如电子和光子行为的物理学分支 量子计算机 使用量子比特 Kubets 来进行计算 这些小东西 可以同时表示零和一 这叫做叠加态 而不是像传统计算机的 比特那样 只能是零或一 这就好比 你能同时在两个派对上跳舞 而不是 不得不选择其中一个 想象一下那种自由度 现在 让我们加入一点政治调料 量子计算的潜力巨大 它不仅能够在几分钟内 解决传统计算机 需要几千年才能解决的问题 还可能让现有的加密技术 变得毫无用处 这就像是突然有人发明了一种 可以打开所有所的万能钥匙 而且 这个人还不是超级英雄 而是可能是你的对手 因此 量子计算成了全球政治舞台上的 一颗炙热的星星 各国政府和科技巨头 都在争相投资 希望成为量子时代的 领跑者 美国 中国 欧盟 都在这场新的太空竞赛中 投入了巨资 因为谁先掌握量子计算技术 谁就可能掌握 未来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大权 想象一下 一个国家 如果能够首先实现量子霸权 它就能在军事 经济和情报领域 获得巨大优势 这就像是在国际象棋比赛中 你突然能够看到 对手的每一个想法 而且还能在他们 做出任何行动之前 就制定对策 但别担心 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点 目前量子计算机 还处于婴儿期 它们机脆弱 又难以驾驭 就像是一匹野马 科学家们还在努力驯服它 而且 量子计算机 要想真正实用 还需要解决很多技术难题 比如 量子纠缠和量子错误更正 所以 尽管量子计算的政治乐 听起来像是一场 激动人心的全球大戏 但幕后的科学家们 还在努力编写剧本 而我们这些观众 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看到真正的大结局 不过 不管怎样 这场科技与政治的混战 绝对值得我们保持关注 毕竟 谁不喜欢一场好的科技竞赛呢 只是这次的赛道 可能是构建 在时空之井上的量子赛道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纠缠与超位置 量子计算的科学奥秘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情节 但实际上是硬核物理学的话题 量子计算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 充满纠缠和超位置的微观世界 这里的规则 和你们熟悉的宏观世界大不相同 首先 我们得谈谈量子力学的两个明星 纠缠和超位置 想象一下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 能够即使相隔千里 也能瞬间分享彼此的心情 那就是量子纠缠 在量子世界里 两个粒子 可以形成一种神奇的联系 即使它们被分隔得再远 一个粒子的状态改变 另一个也会立刻响应 这不是远古的巫术 而是爱因斯坦口中的 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接下来是超位置 这个概念 让我们的常识跳了个大跳 在量子计算中 我们不再谈论 传统计算机的零和一 而是量子比特 或者说cubic 这个小家伙 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状态 就像你同时在家里和咖啡店 直到有人来检查你在哪里 你才不得不选一个地方出现 这种能力 让量子计算机在处理大量数据时 显得异常强大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两个奇妙的概念 结合起来 在量子计算机中 一大群cubic 可以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个庞大的量子状态网络 这意味着 当你改变一个cubic的状态时 整个网络都会响应 这就像是你在一个 超级复杂的交响乐团中 每个乐器 都能瞬间调整自己的旋律 来和你的节奏保持一致 但别忘了 量子世界是非常脆弱的 一点点外界干扰 温度 电磁场 甚至是你好奇的目光 都可能让这个精妙的 量子交响乐团变调 这就是为什么 量子计算机 需要在极端的条件下运行 比如超低温和超高真空 简而言之 量子计算机 需要一个宇宙级别的勿扰模式 最后 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知道 量子计算机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吗 它们是如此的先进和高效 以至于当你问它们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 它们可能会回答 当然 但在我告诉你答案之前 请不要观察我 否则 我就得重新开始了 所以 量子计算不仅仅是一项科技 它更像是一场 对现实本质的哲学探索 它挑战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并可能 在未来彻底改变 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 不过 在那之前 我们可能需要学会 如何在不打扰它们的情况下 与量子计算机相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量子奇迹还是哲学难题 社会人文对量子计算的困惑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话题 量子计算 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 可能感觉就像是遇到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外星人 既神秘又让人兴奋 但同时也让人一头雾水 首先 让我们用一种非常人文的方式来理解量子计算 想象一下 你有一本厚厚的 《战争与和平》 你想找到所有提到拿破仑的地方 在我们的经典世界里 你可能需要从头到尾 一页一页的翻阅 这就像是传统计算机处理问题的方式 一步一步来 但是 在量子的世界里 事情就变得有点像魔法了 量子计算机可以通过一种叫做量子叠加的状态 让战争与和平的每一页同时展开 然后瞬间告诉你 所有提到拿破仑的地方 这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时间旅行者的能力 但是 量子计算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它带来的 不仅仅是计算速度的革命 还有一系列哲学上的难题 比如 量子纠缠 这是一种看起来像是超距作用的现象 让两个量子粒子即使相隔万里 它们的状态也能瞬间影响对方 这让爱因斯坦都头疼不已 它曾经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这不仅仅是物理学的问题 它挑战了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人知 再来看看量子计算对社会的影响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量子计算机普及了 它能够在几分钟内破解目前所有的加密系统 那么 我们的银行账户 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都将不复存在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社会 政治和伦理的问题 我们如何准备好迎接这样一个 可能颠覆一切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来结束这次的讨论 量子计算机在理论上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有人戏称 它可以在你决定吃什么午餐之前 就计算出你接下来一生中的每一顿午餐 但愿到那时候 它还能帮我们解决如何减肥的问题呢 所以量子计算既是一个科技奇迹 也是一个哲学难题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可能性的边界 同时也提醒我们 任何技术的进步 都需要我们在人文和社会层面上 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准备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要被量子纠缠得太紧 记得回到我们温暖而确定的宏观世界 下课 总结一下 量子计算是一项令人兴奋和神秘的技术 它带来了巨大的潜力和挑战 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 使得量子计算机可以处理复杂的问题 并在某些任务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然而 量子计算机的脆弱性和技术难题 也限制了它们的发展 量子计算的政治跃迁是一场全球竞赛 各国政府和科技巨头都在争相投资 希望成为量子时代的领导者 量子计算的潜力不仅在于解决科学和工程难题 还可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 量子计算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科学奥秘和哲学难题 量子纠缠和超位置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而量子计算的社会影响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准备 最后 量子计算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它无疑是一场科技与政治的混战 也是对现实本质的哲学探索 它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 但在那之前 我们可能还需要学会如何与量子计算机相处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量子计算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